一看我的身形就知道我是屬於蚊營股 我又怎麽越級挑戰青姐你的藍籌股呢 一看我知道我重點幾十斤、馬仔 不過你這樣說錯了 其實對於股民來說 最關鍵就是選擇自己的深水股 沒錯,不如我們先跟觀眾擺個年吧 感謝大家雖然身體健康 一本萬利 大吉大利 心想事成 青姐,朱年香港雖然面對著很多考驗 有很多的挑戰 不過其實股市好像站得挺硬 不知道鼠年的走勢會怎樣 其實這個世界每天都有矛盾 馬仔 港股雖然不跌不跌 其實外圍歐美的股市 尤其是台灣、日本等這些地方 其實他們都升得很高 尤其是在歐洲、法國的股市 人家每個星期都有黃背心 股市一樣創新高破頂 英國的擔心脫歐 對,一樣最後的股市又是破頂 美股三大指數 不斷地破完一個頂、一個頂 又要一個高山、又要一個谷 港股不升就當下跌了 是,那青姐 其實新一年會有甚麼投資策略呢 一些建議給大家呢 如果環球 環顧地球上那麼多地方的股票市場 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股市 其實嚴格來說去年真的沒甚麼升過 都是原地踏步的格局 大家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水火不容 氣氛不好 加和才會萬事興的 所以如果今年在暑年 我覺得投資市場 開始會在去年年尾已經留意到 有些資金是東來 中港股票市場 現在只有十倍市盈的坐緊 還有很多股份都是原地踏步 你別看我們有時炒股不炒市 可以說已經看到有些手機設備股 所以我們有很多股票, 消費率股份 炒至三、四十倍 科技股份好像很貴 其實很多股份仍然落後了 青姐, 有沒有說 哪些行業的板塊 真的要在鼠年特別留意 我們將焦點集中在手機設備股 五支概念, 消費率, 牛奶, 豬肉等等 今年其實來來去都是這些 不過我們在選擇這批股份身上 一定要再加重很多條件 加料炮製, 要它們昇華 要它們有增值的 就是行業龍頭, 股值相對要吸引 有時候說, 不是, 做龍頭的 應該都上來了 不是的, 有些股份 它上來之後會倒下來 這些股份, 我會覺得 你不需要在彭彭腥上的時候去急追 但是你要鎖定這個目標 等到一個更漂亮的價格 或者有時候它肯回下來 有人鑊你, 你就乘機又再上車 對, 還可以吃到未來新經濟的大市場 現在說來講去都是說AI 人工智能, 大數據, 雲計算 誰做雲做得夠大 市場接有得夠多 好像一些很龍頭的 我們港交所改制都要迎接它回來的 好, 清姐, 你是否證監會的持牌人 有沒有持有上術股份? 當然不是, 我只是一位辣媽 或者叫我好彈小辣椒, 都還可以 謝謝, 清姐 最後我們祝觀眾 旗開得勝, 鬆賞事成